尼西亚南达大师 我的师傅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圣尊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在这个视频当中想要跟大家讲到的 我们期待已久的Parmashiva我们三级课程 它的最新的时间是在8月15号到9月4号 这21天的时间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这个强大的灵性的蜕变的过程 尤其是师傅在过去的三个月 强烈的在三摩地当中 有一个自己的肉体和它的灵魂的存在呢 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课程 这个点化的强度和师傅要在这个课程里揭示的真相 和他要给我们的从凯拉萨带来的 最终极的灵性的礼物呢 做的这些都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 而且是所有人都不要错过的 包括上一期上过三级课程的同修呢 大家也一定要来继续上课 因为像师傅所讲 它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师傅在开始中讲到 我们的生命在地球上存在的 唯一的目的和意义呢 就是正午圆满 到最终我们离开肉体的时候 衡量我们生产力的唯一的标准呢 就是我们意识的觉醒 所以我们在地球上不管是几十年 或者是上百年的这些时间 应该朝向什么方向努力 把人生的重点放在什么方向 每天怎么去衡量自己的生命 活得有没有意义呢 那么唯一的答案就是 自己的灵性开悟和意识觉醒 既然我们来到了地球 这个就是我们来到地球的 唯一的目的和使命 如果没有上师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 所以这些都是枉然 但是当我们终于有一事 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上师身边呢 这一切就成为了现实 这一事呢就是我们要全力以赴 用在政务圆满上的一事 每一天 每一秒钟 做任何事情的决定 衡量任何事情有没有价值的基础 只有一个 就是我的灵性开悟和政务圆满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讲 人生没有任何的事情 比灵性开悟更加重要 这21天课程的价值和意义 是我们用所有的一切 甚至是生命 都无法去衡量的 如果没有灵性开悟 没有上师的点化 生命的存在也是毫无意义的 同时呢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定义在政务圆满上 我们人世当中 所有的其他的这些目标 包括家庭 事业 财富 人际关系 我的名誉 和地位 所有的这些呢 都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的吉祥 所以它跟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呢 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并不相悖的 而且呢 不仅如此 是我们的人生能够成功 快乐 富足 幸福 健康 所有这一切呢 唯一的解决方案 灵性的开悟 是所有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想要好的财富 要用走向灵性开悟 如果你要好的健康 好的人际关系 好的事业 就要走向 灵性的开悟 只有我们灵性的开悟呢 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懂得人生 掌控人生 活在人生之上 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 这一切 都是顺应着 同一个 进化的方向去走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到 我们能够来到 施婆神的化身 以下南达上师身边 有多么的幸运 我们的人生 在地球上是真正有意义的 只有我们这群人的生命 走向开悟的人的这些生命 在地球上真正有意义的 同时呢 我们还有这么大的 好的机会 能够跟师父 在未来的这个21天的 每天 在他的这个强大的能量场合 教学当中 跟他一起共度 去收获宇宙 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去体验最终极的灵性体验 去迎接我们人生 最强烈的蜕变 基因的修复 灵性的觉醒 超能力的显化 所以这些我们无法用 言语去形容 用逻辑去理解 用任何的物质的财富 去衡量价值的 这些点化和体验 还有 所有这一切的 吉祥 就是在这21天 帕尔玛西瓦决定 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 所以呢 希望所有的人 无论如何 都不要错过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的意义 比我们 在我看来 比我们的生命都要重要 所以不要错过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这个Paramash 有我们三级课程呢 可以跟马卡拉萨联系 我的微信是14595087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每天的灯